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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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今天我们这些基层轮班制的公务员 为什么又要再一次来到行政院呢 主要就是因为上个礼拜的党团协商 针对这个四字七八五 也就是轮班制公务人员的公司改革的这个党团协商 在这个协商的过程里面 行政院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评估 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数字 只跟基層團體 只跟朝野立委說 很難 公時要入法很難 另外 針對基層 輪班制公務人員 長期以來的這個 不平等的加班補償 秤色 加班換加獎 這什麼 哪一國的法律啊 沒有一個國家 是用加班換加獎的 行政院的代表 要不要告訴我們說 到底一支加獎是多少錢 如果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一支加獎是多少錢 那加班 就不是真正的實質補償 今天基層團體 再次來到行政院前面 就是希望行政院可以依照 立法院 在黨團協商會議當天的結論 提出具體的評估數字 請等一下回覆我們的行政院代表 回覆我們的五大問題 第一點 所有的國家 其他國家 公時都可以入法 為什麼你台灣的行政院最特別 就不能入法 第二點 任市長 有在這個黨團協商的時候說過 會參考 我們國家的公務員的過勞史指引 來訂定公時上限 我們要告訴大家 過勞史指引 就是每個月加班超過80小時 是不是就訂 是不是行政院的意思 就是要訂80小時 第三點 過去到現在 我們一直在呼籲 補足消防人力 這五年 三千人的計劃 中央 你一毛錢都沒有出 接下來要符合公務員健康權 你是不是應該要支援 各地方縣市政府來補足消防人力 第四點 沒有一個國家用加班換加獎 加獎不是實質補償 四字七八五說 輪班至公務員的加班要有明確合理的補償 加獎不是實質補償 什麼時候才可以加班不換加獎 最後 長達二十年的緊銷 每月加班費上限 一萬七千元 一萬七千元 這期間物資指數漲了多少 都沒有調過 請問具體要調整的金額是多少 長達二 請問今天針對集團團體的這五個提問 您的回覆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在針對這幾個提問 我們已經在回覆給立法院的書面報告 沒有公時數字 沒有公時數字 請問數字是多少 因為目前我們輪班制的機關非常多 那他們的業務型態也非常的多樣 是不是這七八五已經過了快要三年了 你們為什麼這期間不做調查 時數到底是多少 現在要訂的公時原則是多少 是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輪班制的他的職責程度真的非常多 你不管多少 他一定全部都有一個上限嘛 對 時數是多少 現在時數是多少 下面的再去細分嘛 所以我們這部分也保留說 在保慮或是保慮授權 不同的輪班的機關 他們的業務型態不同 日常是多久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必須要因應各個機關 他的業務屬性 立法院這個會期 下個禮拜就要結束了 你們還沒有研究成時數是多少嗎 那個不影響你的上限到底 框架定多少 你可以在一輪班制度去細定嗎 那為什麼你連最 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框架上下限 你都寫不出來 你寫不出來 你怎麼去定輪班機關他們的公時 怎麼定 這部分我們之前的書面報告裡面也提到 在部分是時數各個機關的屬性都不一樣 時數是多少啦 屬性都不一樣 我想問一下 屬性都不一樣 難道他可以一個月上班 三百個小時四百個小時嗎 謝謝 那你的意見我們也都收到了 謝謝 其實已經過兩年了耶 你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們時數是多少 謝謝 你們的意見我們會帶回去 謝謝 那你回去研究吧 我們現場就宣布開始苦號 等到行政院的代表願意告訴我們時數開始 時機準要入法 拒絕家本換交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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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無法撐起自己的家 面對國家的指令 我們沒有一式的遲疑 不論我們在朋友的婚禮 辦理的約會 妻子與丈夫的病床房 或孩子的畢業典禮上 在人生當中每個重要的時刻 我們往往在國家與家庭的選擇中 一無反顧地選擇的國家 甚至在每日確診案例破萬的此刻 我們都毫不猶豫地踏出家門 守護國人的安全 我們撐起這個國家 卻無法撐起自己的健康 我們原本帶著拯救人民 守護國家的熱誠 走進分隊 派出所 御所 法院 這樣被認為鐵飯碗的工作 到最後 發現其實是個 會讓身體殘缺的破碗 我們不被國家認為 有資格擁有合理的工作時間 以及健康的身體 每個月工作高達200到300小時 甚至300多小時 然後我們要拯救生命 維持社會安全的國家 除了在螢光幕前 感謝我們的辛勞之外 卻認為我們連健康都不值得擁有 我們撐起國家 國家照不盡一絲民主的光 如今公子改革 修法進入最後階段 我們忠心希望 基層付出健康 與生命捍衛的台灣社會 仍不再籠罩著威權血汗 我們期盼輪班制的公務員 努力追求健康與人權 人在這次修法 讓國家重視 不再讓基層成為免洗快班的存在 我們不能想像 是不是適制通過後的兩年 國家仍然只把公務員的健康 當作虛應故事 我們不能想像 今年3月法案進入立法院程序後 國家是不是期待健康的我們 只是一時做夢 天真的堂起科德們 在此時此刻 我們才發現 我們拖著自己的身軌 極力勤運作的國家 卻籠罩著威權的黑幕 照不盡一絲民主的光 我們決定在此刻開始 就為我們替國家 工作的身體 站在國家面前 直到民主的圍光 能夠透過國家威權體目的一天 我們撐起國家 大門終究不是超人 人班是公務員 終究只是普通人 我們有血有肉 需要家庭和健康 我們撐起國家 所以更要在行政院 這個所有公務員的管理單位 提請這棟建築物的國家主人 消防員是人 警察是人 罰警是人 監索管理員是人 健康工時實質補償 健康工時實質補償 基層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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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要民主 國家要民主 生物 健康工時實質補償 健康工時實質補償 普通人